大家好,我是Andy 在今年的6月,我们正式拍板去挑战这个 以全Nego 砌出全球最大的船 Nego 船的一个纪录 我们在这三个月内足足大概除了我们三个主要去设计和规划 船人设计师之外 另外也动用了20位工作人员一起去砌 甚至当中邀请了小朋友去砌一些陆队客房的木材 放在这架船上 现在我们的充量估计来说 这架船差不多是用了250万粒的Nego 左右 重量都估计会有两吨多 其实难度最高来说 第一个是要挑战时间 因为在三个月内要砌出一个8米半长 1米半高的船 第二个很高的难度就是船身的部分 因为世界梦号他们的船和其他游泳 他们全身有一个Jacky Chai 一个设计师他们画的一个彩灰套 我们在船身上也都要用Nego 的火粒去演绎彩灰套 尤其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就是船头 都要是去利用计算船头的斜度 由每一粒的Blake 去放的格数和方向 当我们这个设计出来之后 还要是利用马赛卡画的技术 去将逐粒逐粒很小的没有颜色的火粒 是根据船头的形状并采出来 为了令整个船可以离开工业大厦来到游场 船在组装的时候分开了八份 八份怎么把它连结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来到的时候 每一份的中间我们是做了一个直筋和滑筋 利用了建筑的入筋方法 去将船继续在一起 大家看到一个很暗的正方形的位置就是一条滑筋 这条筋就是穿透到船的另一边 是用来固定船中间的筋位的 嗯 大家可以去了 很多粒竹都在一起 我们来好看 今天我们来好看 今天我们来好看 꿈乐 然后吃到 来好看 我们离开